本日建设法统设法 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韩国高人气政治剧 辅佐判,第十二章的故事 上一章中 新闻报道关于朱进化学物质流出真相的国政调查案 被选为大韩党的党政议题 此案顺利通过国政调查 这正合了单英和泰俊的心意 两人握手表示祝贺 同时泰俊认为 工厂附近居民中 肯定有朱进化学下属公司的职员家人 而另一边 宋长官来到法务部 一位议员问宋长官是否和朱进化学有关 这一章中 赵议员从检察厅出来后被记者包围 他一言不发 坐到车里后接到宋长官的电话 宋长官和他一起吃晚饭 赵议员问宋长官到底想怎样 宋长官说调查的事情 会跟下面打招呼 让他们点到为止 赵议员明白 宋长官是让自己一个人乖乖呆着 宋长官威胁了赵议员一番 电视里播放了大韩党将召开会议 找出恢复国民信任的方案的新闻 泰俊问善英国政调查的是如何 善英回答 因为赵议员以及其他三个议员的退出 短期内国政调查是不可能的 即使以后再开展也会问题重处 泰俊推测 那些退出议员的位置 会由宋长官的人来填补 宋长官得意地来到会场 泰俊议员室的工作人员 和善英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碰头 因为高助理和李助理的事情 大家都有些害怕 隐秘书和道经 拜访了那位姓金的老人 老人并未如约带儿子来 而且还说帮不上忙了 原来网上已经开始传播 老人的儿子作为诸进化学的职员 泄露公司核心保密技术的事情 这个事情量刑很重 最高可达七年刑期 这可就难为了隐秘书和道经了 还没开始问呢 事情就无法进展了 隐秘书于是怀疑老人的儿子 是被人下套了 他们约的其他被害人 也没有消息 是谁把拜访姓金的老人 一事泄露出去的 隐秘书认为 今天的约见只有两个议员室的人知道 所以两个议员室内必有内鬼 隐秘书回到办公室 得知钟烈去办成真实的事情去了 此时办公室的女职员给他端来咖啡 咖啡杯上贴着有话要跟他说的字条 该女职员告诉隐秘书 钟烈昨天看了议员室的账簿 然后离去了 隐秘书在电梯里遇到钟烈 钟烈知道他们今天去见朱进化学代表的事情 还问他们事情谈得顺利与否 他想打听公益举报人的性命 隐秘书没说 反问他成真实的事情如何 钟烈说要写个报告 钟烈回到议员室 与每个人都熟络地打了招呼 宋长官面对记者镜头意气风发 泰骏知道现在党和检察厅都握在他手中了 善英得知李助理醒了 要去医院看吗 宋长官特意过来表示关心 要他小心一点 宋长官还找泰骏谈话 让他好好看看风雨后的风景 以免进监狱后看不到了 泰骏说自己不会轻易让宋长官得逞 但宋长官说没有赵议员在的国会 想通过一个逮捕同意案根本不算事 泰骏带议员徽章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 泰骏认为一个月的时间足够把宋长官拉下水 原职也过来奚落了泰骏一顿 然而泰骏对原职把自己的爸爸拉去调查的事情铭记于心 宋长官让原职盯紧泰骏和善英 原职说自己在他们那里安插了人手 李助理醒来后就跟自己的宝宝视频 善英过来探望 李助理说自己脑袋缝了几针 没什么事 孩子也送到娘家去了 李助理猜测国政调查没有成功 李代表也准备逃往国外 善英觉得高助理的死是李代表干的 所以自己不会放过他 泰骏和赵议员会面 赵议员感慨想捉头牛 却被牛撞翻了 他预测宋长官会借此事把泰骏也拉下水 赵议员不甘于当个退休的老头 他说自己需要能砍宋长官的刀 泰骏回到议员室 他分析有宋长官在背后下命令的话 党内的形势肯定会趋向于他 所以情况不大好 他们只有想尽办法从朱镜化学这里找到突破口 尹秘书汇报了今天约见朱镜化学职员失败的事情 还推测有内鬼 于是尹秘书怀疑是忠烈干的 想把他从业务中排除掉 但泰骏要他先装作不知道 这时泰骏议员室的那个女职员多情贴着门偷听 直到有人咳嗽了一声才离开 善英回到一员室 道精先问候了李助理 然后单独向他汇报了 约见朱镜化学职员失败的事情 善英和泰骏会面 泰骏输入堵了可以换一条 但善英认为宋长官 李代表和陈会长三人体力 很难办 李代表正向宋长官表示祝贺 陈会长也在场 气氛一片欢愉 三人把酒言欢 泰骏认为可以拆掉三人组合 这三人的连接环是李代表 把他们绑在一起的是利益而非感情 善英提起香港FU的资料已消失 而资金流向也不明 泰骏收到赵议员的信息 说国税厅的资料稍后会传过来 他对善英说 现在是时候拔起腐朽的树了 背后的这张大网 关系复杂 崔检长的手下 向崔检长提交了 关于泰骏警校的同学 汉书的资料 汉书现在是警方情报二组科长 泰骏提交给检察厅的资料 很有可能是汉书提供的 崔检长表示自己会处理此事 他问了朱镜化学案的调查情况 手下说调查人员因为宋长官而备受压力 崔检长打算召集所有的检察官咖会 原职向宋长官报告了崔检长的动向 认为崔检长要拿泰骏提供的资料 开展正式调查了 宋长官认为 崔检长不过是个检察官 让原职联系检察总长 另一边 尹秘书向泰骏提交了税务厅发过来的资料 说该资料已经跟善英议员是共享 泰骏知道税务调查的流程 善英认为那是他们避开了法网 自己这些人的任务 就是找出他们如何逃税的 泰骏认为要做税收违法调查 查清和住进化学有关的 每个公司的资金来往情况 尹秘书觉得首先的确定 你会长逃税 泰骏拿着手里的税务厅的资料 说一定要从这里查出问题 随检长赵开会议 问及诸进调查案的调查情况 他也认为 可能有伪装成普通交易的特殊交易 而且此次调查 包含对泰骏 宋长官合成会长的调查 一时间内会议室议论纷纷 有检察官认为 这样很容易被人当成过度调查 但崔检长认为 法律面前没有宽恕 检查总长来到崔检长处 让他把手头的案子交给大检察厅 崔检长问这是总长的意思 还是宋长官的意思 但总长说事情会查清楚 让崔检长不必多问 崔检长眼睁睁地看着大检察厅的人 拿走了所有资料 朱进化学案被移交大检察厅审查办理 泰骏接到崔检长的电话 崔检长告诉他自己 已经查清了他的资料来源 要他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但泰骏说 如果世界好好的 自己也不会做这种事 崔检长觉得 泰骏靠自己一人改变世界太过愚昧 崔检长反问泰骏能否改变现状 泰骏表示自己会竭尽全力 让崔检长也挺下去 他交给崔检长一份资料 崔检长表示自己将静观其变 宋长官宴请检察总长 表示在他退休后 会给他定制一套好衣服 道经向尹秘书提出 虽然税务厅可以查抄租进化学的办公室 但这个行动是否由检察厅完成 尹秘书给予肯定的答案 道经推测如果宋长官继续干涉调查 这次的案子很难完成 善英觉得没必要回头看 并抓住泰骏的手 说他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另一边 道经和尹秘书准备去老位置吃兔丝 结果发现泰骏和善英在一起吃饭 道经向遮住尹秘书的视线 但尹秘书已经发现了 于是他们换了一家餐厅吃饭 道经也是小天使 尹秘书回到大办公室 发现忠烈又出门了 尹秘书跟着忠烈 发现他跟外人通话 最后得知忠烈是给媒体朋友打电话 原直向宋长官报告 说泰骏找到李代表逃税的事 让国税厅出动了 于是宋长官吩咐吴助理 关注国税厅的动态 尹秘书接到消息 马上通知了善英和泰骏 泰骏知道后立马给崔检长打电话 说情况有变 宋长官马上通知李代表停止转移资金 但国税厅的人已经赶到 泰骏谢谢李代表 让自己找到了一个秘密账户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宋长官会逮捕他 还把所有嫌疑都扣在他头上 随后 李代表的秘书已经确认 大检察厅批准了李代表紧急逮捕的当 李代表顿时乱了阵脚 泰骏让他坦白宋长官的资金情况 因为现在只有自己可以帮他 李代表提到了死去的高助理 这时中央地检赶在大检察厅前 逮捕了李代表 李代表让泰骏救自己 他会坦白到底是谁杀害了高助理 泰骏激动地拉住了他的领带 宋长官得知李代表的案子被崔检长抢先了 此时程会长约他见面 他只能向程会长道歉 程会长让宋长官竭尽全力堵住李代表的嘴 对他连中央地检都掌握不了 表示非常愤怒 中央地检里 崔检长准备审讯李代表 宋长官突然到法 要求崔检长把李代表交给西部地检 崔检长以检察官要以法律做判断没有拒绝 宋长官气愤地在崔检长面前 摔了计算机键盘 泰骏和善英正在讨论 是宋长官还是程会长杀害了高助理 隐秘书进了办公室 打开电视 电视里播放的居然是李代表跳楼自杀的新闻 泰骏目瞪口呆 崔检长在洗手间只发现了李代表的一双鞋子 李代表的死亡 让朱进化学案的调查陷入僵局 这件事会给太郡带来什么麻烦呢 本章完 下一章中 李代表的死给中央地检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并让朱进化学案件的调查陷入僵局 崔检长了解到 李代表死前唯一在场的人是三次长 而三次长就是在之前会议期间 质疑自己将宋长官和程会长作为调查对象的人 然而现在三次长的电话也打不通了 崔检长随后查看了当时的视频 发现从自己离开办公室去见宋长官时 现场录像就被终止了 正好也是三次长开始审讯李代表之时 李代表的死是否和崔检长有关呢 我们下章再见分享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